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料到真的会东窗事发 还被攻了出来 关键原因检警 验尸结果和攻词不符 左警致命伤五刀 检警部分的刀伤外 后脑勺也有 不明伤痕 警方怀疑案情不单纯 重启调查 突破新房 丁玄当场眼泪就掉下来 说他要把这个整个事情把它坦承出来 这件案子是他由他来策划 那在过程中他还有找了两个朋友来帮忙 23岁的蔡姓嫌犯曾经是死者的情员工 因为不满老板柯克答应拿50万杀人 还找来军中同袍高姓男子加入 两人分别拿了丁姓主嫌36万和27万后 6月4号实行杀人计划 蔡姓男子拿甩棍 高姓男子则拿开山刀砍杀 丁姓主嫌则徒手是负 吃血过多伤重身亡 丁姓死者先被藏尸在三楼厕所 两三天飘散出臭味才被孕至一楼冰柜藏尸 接着再把凶刀弃置在弥陀区的海里 多久就开始策划了 你整个太太知情吗 是不是有看过 两人年纪轻心无业无前科 却因为钱答应协助杀人 原以为三个月过去能够平安无事 没想到冥冥之中有注定 冬床事发后全被主嫌公出 自毁前程 三天新闻许谢良林医师SNG小组 高雄报道